第十八集 学会勇敢 这蓝色好漂亮 我喜欢这个蓝色 可以当一点好看的贝壳帽子 颜色很适合你客气 美儿 谢谢你 我们再继续找找 一定还有其他的蓝色贝壳 这贝壳颜色不是我想要的 这个颜色也不对 这个颜色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是贝壳和柯琪 我吓唬他们 这个脚好眼熟 好啊 是谁在这里装怪物 我吓唬我 贝儿 我就知道是你 独角 我就是觉得好玩 和你们开玩笑呢 不聊的玩笑 柯琪呢 柯琪 我吓唬我吓唬你 柯琪 柯琪是因为害怕引发的昏迷 万幸的是身体没有其他的大碍 都怪我 是我的错 把柯琪害成这样 柯琪醒了 大家怎么都在 贝儿 好 柯琪 认识到自己的缺点 克服自己的胆怯之心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柯琪 让我来帮你吧 我有自信让你克服胆怯 变得勇敢 我可是勇敢的独角啊 真的 太好了 独角 我们立刻就开始吧 走吧 柯博士 伙伴们 下次再见到柯琪 一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 我太高兴了 大家再见 柯琪 期待你的变化 再见 等等我 我也去 小朋友们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弱点 而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战胜这些弱点 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强大 成为更好的自己 海流 平静大海中的小刺激 要想克服胆怯 可惜 就要战胜自己 在湍急的海流中逆流而上 用自己的意志力 战胜海流的冲击力 这就能让你变得勇敢 可是 这海流有点可怕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可惜 看我的 可惜 看见了吗 就要这样挑战自己 独角能行 你也一定能行 可惜 去试试吧 不行 我做不到 太好玩了 老大 我就是无聊找乐子吗 找乐子 找不到宝贝 得不到箩筐的原谅 我们俩就会一直这么流浪 这样也不错 自由自在 什么 说大声点 没 没说什么 别出声 你不能退缩 相信 一定可以做到的 可惜 你还记得在病房时 你说的 想和我们一起 成为海洋的守护者 我真的很想 光靠想 没有任何用 对 你要拿出行动来 可是 我害怕 我和贝儿都会帮你 帮你克服胆气的心 给她勇敢起来 可惜 勇敢点 你可是来自太平洋的宝贝 不能让害怕把你击垮 贝儿 独角 谢谢你们的鼓励 我愿意去挑战 克服自己的胆气 我会陪着你一起 一直保护你的 可恶 原来这个客气就是太平洋的宝贝 吐吐阿爸 他不是说吐吐阿爸出去旅游了 他骗了我们 铁锤 我们相信跟在后面 找到机会抢走这个客气 我听你的 老大 每当我自己感到害怕胆见识 我就会在心里对自己说 独角 你可以做到的 独角 你也会害怕 当然 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 但是克服了自己的害怕胆怯 那就是勇敢 客气 你可以做到的 独角 客气 加油 重吧 客气 别紧张 张开眼睛 带流 不要我上下飞翔 这才刚刚开始呢 我们掉头 客气 不要害怕 改动尾巴 用力游 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到 独角 我做到了 再留一点都不嫁人 独角 这游戏好好玩 干得不错 孙琪 你们来比赛 看谁回得更快 我不会输的 我可是独角了 客气 加油 独角 加油 独角 偷在那儿 切垂 你小心点 别叫 切垂 你们好 朋友 我是喜欢旅行的鲨鱼晶晶 不好意思笑到你们 老道 谢谢这个大客户的用舌 我的名字 老道 金鲨 是鲸鱼 鲨鱼 海归博士 能为我们介绍 金鲨这种动物吗 金鲨是体积最大的鲨鱼 身体庞大 全长可达20米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 它拥有一张 宽达1.5米的大嘴 拥有5对巨大的腮 身体呈灰褐色 或者蓝褐色 体色散布许多白色斑点 及横纹 而这些斑纹 排列成棋盘状 外表非常美丽 金鲨生活于 暖温性大洋海区的中上层 主要分布在热带 和温大海区 大约在南北纬30度 至35度的范围内 追捕冰是世界上 金鲨分明密度最高的地区 那它们如何进食呢 金鲨是绿石动物 以浮游生物 巨大的藻类 银虾 与小群的自由动物为食 在觅食时 不需要向前游泳 它们靠上下摆动的 来吸入海水 与排出它 来得到食物 今天的百科全书 就介绍到这里 小朋友们 金鲨是个性温和的鲨鱼 请大家关心和爱护它们 金鲨 你吓坏我们了 对不起 我视力不好 所以看不清楚的时候 只能凑近了看 为表达我的歉意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提 视力不好 我心爱的小球 冲到前面的海流里了 小球很像熊猫 很白飞鸣 圆溜溜胖乎乎的 所以你能帮我 把小球带回来吗 当然可以 我现在就去给你 带小球回来 可是老大聪明 让这个大哥子去给我们卖力 那当然 我不聪明 怎么当你的老大 小小 我比你快 这个不一定 看我独角的 看我的 柯琪 成功独角了 柯琪加油 柯琪小心 快停下来 有危险 柯琪 柯琪 去了柯琪 把柯琪突出来 把柯琪还给我们 柯琪 你为什么要攻击我 交出柯琪 柯琪 是什么 就是你刚刚吞的海豚 海豚 我是在帮两条鲨鱼找它们丢的球 那不是球 是我们的同伴柯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又闯祸了 我视力不好 把小海豚看成了球 没事 我刚才并没有害怕 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救我 可琪 你真的变勇敢了 你们太让人家担心了 你说两条鲨鱼叫你来捡球 带我们去叫那两条鲨鱼吧 我大概知道它们是谁了 不好了 不好了 我们暴了 什么 老大 独角他们过来了 我们别被发现了 快溜 等等我 老大 奇怪 怎么不见了 刚才他们就在这 他们是不是一个这么长 牙齿锋利 一个头宽宽的 像个小铁锤 对 你们认识 他们是两个大坏蛋 骗你把柯琪当球抓起来 对不起 柯琪 我叫晶晶 是爱旅游的惊沙 为了弥补我对你的伤害 我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没事 我也没受伤 而且你是被骗了 也不是故意的 谢谢你 善良的小海豚科奇 我会在每个我途经的旅游之处 寄明信片给你 太好了 你去过很多地方旅游 北极 大西洋 太平洋 大宝礁 海洋太宽广了 还有很多陌生的海域 等着我去冒险呢 亲爱的朋友们 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要继续我的旅程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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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晶晶这个大鸽子 脾气这么温和 这就叫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